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2月11号 农黎正月错二星期听 欢迎收看特区新闻 何新年大堕落 国港各地居民堕落比赛 精彩封城热闹非法 无转心以此就岁 风和日丽迎新年 当情正值一年一度的国港传统春节 新年新西乡 新年新正成 作为特区光复之后的第一个春节 荣民春节可谓存在破多 意义非法 它让刚刚经历战争 以满的特区大地重新芬芳 让刚刚结束苦难的国港人民 重新荣光 让革命十四年取得的伟大胜利 更加的民族珍贵 唯有牺牲多装置 感召日约 欢迎听 十四年风尚旅学 十四年敌力庆幸 终于欢得今日国港人民 容领新春节大团圆 今年特区政府虽然没有组织 地区新年春节集会 但在民进各地 春节的氛围却比往年更加的浓郁 春节迄今 各单位纷纷组织官兵 前往究竟存在进行 传统大堕落友谊比赛 以堕落会友 以传统走亲 军民浮动 黄渡佳节 共同清和属于特区人民的龙女新春 打堕落是国港人春节必不可少的活动项目 作为传统的民族体育 国港人对堕落的热爱 已经深深地刻入到了骨子里 并融入进了文化中 堕落比赛十分具有观赏性 所以在国港打堕落或观看堕落比赛 几乎是男女老少 金杰西埃 在过年期间 南国大水堂 慈河村 南里 兴盖 125等多个村寨 几乎每天都有特区官兵堕落队 对阵当地民进堕落队的堕落比赛上赢 比赛新场 双方队员精气十足 分工明确 支堕落 打堕落 救堕落 修堕落 各个环节 环环相扣 你放打吧 我放登场 攻防复荒 扣人心讯 一次次击除又救回 几度把比赛气氛推向高潮 即使是在外人看来 最为枯燥的敖堕落阶段 对于比赛双方 以或是光照的群众来说 都是心跳不移 挡风 遮伤 上游 每样步骤都必须跟上 直至敖赢对方的堕落 方才罢休 一网系阵容 可歌可期 长未来发展 五星可期 回望历史 我们不难发心 命运多创立国港民族 命对一次次的磨难 最终都能凭借 不拘力精神取得胜利 此次 在明帝民族正义党的领导下 群体同盟军官兵 更是打出了 两个多月瓦解 特取民族的奥人战机 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可以预警 未来的国港民族 必将然然复兴 民族文化自信将彻底崛起 如打多了一般的国港传统文化 将继续被传承和发扬 与国港民族一起迈向更高的台阶 今天这些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董事 wars员 感谢观看